说你喜欢我 喜欢 我一直在你身边 我喜欢你 我真的喜欢你 我也是 为了帮助海青考上美院 平均除了打工睡觉 都在帮他补习文化课 当然 顺便谈个恋爱 也是必须的 只是越临近考试 海青的精神状态越差 几乎是黑白颠倒 回家不吃不睡 就是画画 而白天上课 却蒙头大睡 心理压力巨大的海青 终于崩溃 和平均大吵一架 因为他根本没信心 考上大学 想画什么 画不出来的感觉 就像你想睡 也睡不着 我觉得自己烂透 根本就考不上 你不懂啊 你根本什么都不懂 我很痛苦你知道吗 还好这一切都熬过去了 他的出事作品 也终于完成 在确认考场后 才鼓起勇气 找平均道歉 虽然好久没联系 但收到消息的平均 还是很开心 马上翘班去约会了 这个傲娇的小酌精 看到有女生偷拍平均 立马化身柠檬精 气鼓鼓要人哄 什么 口报吗 不是 那你知道 你被偷拍了吗 你现在是在吃醋的意思吗 你到对面的位置 不可以有人坐 不可以让别人偷拍 是 说你喜欢我 什么 喜欢 每次在你身边 我喜欢你 我真的喜欢你 我也是 那天你总是要走了 我一直看着你的背 我怕你永远都不会再回来了 我轻易 我 不想要失去 而颜飞这边的两人 依旧处在冷战阶段 看到字条还是松了口气 这样也好 两人暂时冷静两天 最近的工作也不太顺利 总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更何况 他一直怀疑 下属和男友油染 得知两人又一起去旅游 多少有些反感 海青终于收到学校通知 他考上了美术专业 本来应该是开心的事情 可因为爷爷的过世 再加上父亲并不支持他的梦想 所以 没过多久 父亲就借口工作出国了 只留下孤独颓废的他 和这座空荡荡的房子 颜飞决定和男友重归于后 毕竟两人交往这么久 他也不愿辜负爱他的人 然而 原本订好的机票和旅游计划 怕是没法实现了 喂 颜飞啊 颜妈你好 我是小飞的女朋友的君敏 女朋友 你是谁啊 你不是一个男的吗 什么女朋友啊 颜妈妈你好 我真的是小飞的女朋友 我是君敏 我们已经在一起四年多了 真的不好意思 一直没有去拜访 所以我跟你说 小飞 以后我不用再去相亲了 太久你没有 所以他不用再去相亲了 你为什么要这样 你让我闹头 母亲对颜飞来说 是他的底线 男友这么冲动愚蠢的行为 他真的没办法原谅 你在散热 这是我原本的态势 跟你想法完全不一样 如果你要拽了 我一步都会踏着 我以为你能不能说 我应该不吝点 这么久 你会再做 我现在已经是 你会不会